懂得自嘲 更懂回击 尤其是在第15届金马奖上 双重回击 更是让大家见识到了黄博的不好日 黄博和郑亦林一起颁奖时被郑云林调侃 黄博你明明穿的是睡衣吗 我5年没有来金马奖了 所以今天是顺康出席的 还看有些观众都爱爱为黄博捏把汗了 这言相之意是在说黄博不重视金马奖啊 然而黄博气定神弦的说 你5年没来金马奖 可我5年都在这里 我已经把金马奖当成自己的家 回到家里应该要穿什么 当然要穿舒服了 两个人数语就化解了危机 让台下的刘德华张万一梁朝伟 等忍不住拍手称快 然而主持人害朋友马上贴话过来 对黄博说 黄博既是我家不是你家 但气氛在一起赶起来 可是黄博毕竟是黄博 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刚才在红台上还有一匹马在跟着你 这么久了只见过人骑马 没见过马行人 话音刚落 台下的明星大腕们都沸腾了 笑声的掌声会成一片 惊久呼吸 可是总有没有眼力叫着人来惹黄博 这波爱搞事情的火华社社长刘烨 站着和黄博关系好 不只打气黄博 竟然还打气起了黄博的女儿 有一次刘烨去拿他的女儿来开玩笑 说一看就是黄博亲生了 还说以后给红衣血王袜亲 要慎重考虑 女儿这样被怼 当地的当然不高兴 当记者对黄博说出刘烨说的这句话时 黄博直接回忆 这女儿长的相机是正常的 想看儿子不像他的孩子 这句话均是打脸 是什么意思 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不知道刘烨亲了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应该会很后悔吧 话说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刘烨了 作为普通人 被人说自己孩子丑 工具都能撕起来 更何况作为工作人物的刘烨 令对镜头竟然这样促逃别的明星的孩子 这智商情商的 也是蛮罪人的